8月16號 Take 1 這樣漂亮嗎? 漂亮 口紅夠紅嗎? 口紅夠紅 雨雲等一下紅 她會補口 你幫她按掉啦 816 Take 2喔 你好 今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開場呢? 因為我要去泰國圖心雨雲 她昨天已經飛出去了 然後我今天才出發 不知道我要去 雖然是我訂完機票的時候 我就跟我身邊的姐妹朋友分享 結果沒想到竟然有一個姐妹說她要跟 一個人跟就算了 她是一大一小 帶大家去找誰要跟著我一起去 我姐妹躲在這角落啦 沒有想到吧 而且她剛剛打電話給我 幹嘛啊? 因為她一定是看到漂亮的東西 她就會打電話給我 她要買給你 啊你有接嗎? 沒有啊 可是我沒接怪怪的 她在想說我怎麼沒接 我剛剛有跟她說一大一小 現在大家看到大了 還不知道小是誰 你為什麼會想跟我一起來? 就想說跟你衝看看 然後加上另外一個 好啦可以看 好黑糖 帶大家去找小的 你也很難用 我昨天晚上有點失眠 因為要帶你們一大一小 欸妳是很high欸 真的很酷欸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拉麵販賣機 確定這一台會煮嗎? 它這樣只有一頁 有 一頁 只有一頁 你再怎麼按都是一頁 你在這邊點完 然後旁邊就可以取餐了 欸真的是機器自己在煮欸 煮好了 它很像那種熱氣火鍋那種 它其實就是泡麵啊 對 它給大家看 以230有點少 可是機場本來東西就比較貴一點 它不像泡麵 它像現煮的拉麵 而且如果趕時間的話吃一碗 吃現煮的拉麵齁 對啊 還滿好吃的 吃一吃 上飛機再吃一吃 到泰國再吃一吃 我們就可以去找孕孕 對 重點不是突起你啦 重點是我們也想去泰國 吃美食啦 我們要去泰國住是嗎 尷尬 尷尬 你要找瑞瑜嗎 有 有 後面有在看什麼嗎 你有在看飛機嗎 是你啊 他在玩你 對 他說我沒有在看什麼啊 你有看到什麼啊 阿姨但你來看飛機那麼多 你跟我說你沒看到我 你有期待嗎 有 有 準備登機囉 剛剛廣播上講泰文 然後我覺得說他聽到泰文就很嗨了 很淡定耶這個小朋友 大姐超聰明 他就是在iPad錄YouTube的影片 然後他是螢幕錄影的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空景 上次的數字 準備要去找你 然後這樣子 我們來跑得一起飛個水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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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阿姨漂亮嗎 嗯 我們在哪裡 打來完全不能接到電話啊 雨嶺打來啦 我不是故意不建議電話的 是因為我現在人在飛機上 我的第一個難關來了 我要先買到票 然後坐到飯店去 埋服雨嶺 成功上捷運了 其實我現在蠻緊張的 因為通常這種收拾 應該都是雨嶺在去 我弟弟是這樣子 千里條條來找他 我們一步一步朝你靠近囉 我們在要轉捷運的路上 遇到火車耶 而且根本的火車是露天的 自己走上去沒有月台耶 諸葛就是要這樣 看看不同國家不同的景觀 然後我們沒有選擇搭計程車 是因為這個時間曼谷很塞車 所以我們要坐地鐵 繼續 我們還要轉成飛進千溪萬谷 我們終於到今天晚上的酒店了 格蘭德中興酒店 我感覺他坐得很豪華耶 雖然雨嶺不在 但是我還是要簡單開下降下房間 走進來有一個小小的mini bar 而且他有電磁爐可以煮東西 沒有 他可以洗衣服 而且你旁邊的冰箱也太大一台了 哇 阿褲烤箱 媽媽 我有微波爐吧 我剛剛有看廁所 我自己蠻喜歡這個廁所的 因為他空間很大 然後乾濕分離 重點是還有一個鋸桿 再來他的床很大一張 很像那種cream size 床頭也有插頭 不錯 因為我穿這樣太容易被發現了 所以我要來換裝 給大家看我什麼聲音 Yeah 完全不是我的風格吧 對 不是 我跟我姑打聽到了 他現在在飯店旁邊的幾百貨高斯 大姐已經在一樓等我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找雨嶺了 我們是親姊妹雙胞胎姊妹喔 如果你們也發現我們真的會很失望 阿哥 你們現在在幾樓喔 三樓是嗎 現在我們可能開始頭要低低一點的 我們不能那麼高調 他如果突然走來一樓咧 如果我們經過他他沒有發現 我們就跟蹤他一陣子 我跟妳講 等一下我可能會失蹤 而且我現在很擔心 我看到雨嶺然後 我要跟蹤他 但是大姐看到他想要買的東西 阿這樣怎麼辦 我現在講話也不敢太大聲 因為他就在這棟百貨公司裡面 我好興奮 等一下笑到他 他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覺得他會有一點 小失望 會想說 嗯 欸不會 因為他很愛黑糖 這種店就是他會進去逛的店啊 有姑傳情報來了 他今天穿橘色的上衣 所以我們等下看橘色的上衣 我們現在已經搭手服器要上三樓了 我跟你講他逛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在看旁邊啊 因為他店都小小就小小子 所以他只要看外面就會發現 Clear嗎?有嗎? Clear!Clear!有嗎? OK!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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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了 不許跟我念你先 OK! 欸不然我們來做一個挑戰 我們跟他共同一間店 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羽羽我們來了 羽羽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 他有玩 我跟你說他共同一間完全沒在看空間 有!有想要 我們現在決定 不想共同一間 他還是沒看到我們嗎? 欸!姊我們大膽一點去走他對面吧 羽羽你有看過我們嗎? 對面 他跟我們竟然是看別人 怎麼這麼近 你幫我跟他拍子 超級 我們就站在這個角落 他就丟在那個頭 有沒有看到 那個頭 跟他逛完好了 因為在店裡面笑我怕拍大神 你一定會往上 他很專心 中間是 他那一間好像很好逛 因為他剛好在看下拍的東西 所以他完全沒發現我們 我覺得這是我們突襲最大膽的一次 因為我們完全在他旁邊 因為其實這種店超可愛的 我也不會租 對 你怎麼不見了 因為我們連共同一間店他都沒有發現 所以現在計畫改成 我去找他 然後呢 大姐再過來揭曉 你怎麼突然轉頭 我要拍你耶 不是 因為我想到我要 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想你啊 不是 我不知道是你 我是 是你講 你講話的時候 我想說 誰在跟我講話 因為我說我要來揭曉這件事情 而且我是看到GoPro 我才想到這個人會失敗 所以你看到我 你有開心嗎 哇 這什麼心情 這個心情是非常難 可是啊那你跟我住房一個地方 沒有 就訂隔壁房 而且你飯店訂很好耶 當然 我現在是震驚到有點講不出話來 你開不開心啊 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是你 我是想說 這台GoPro我很厭熟 然後我只是想說 誰對著我的臉在拍 我才聽到你的聲音什麼 什麼Hello 什麼Sister 我是弄著你的背後耶 你為什麼會知道 不是因為我回頭 我想說 我有沒有錯過哪一間店沒有逛到 我要繼續去逛 所以你是回頭看店 你怎麼可能自己來 你疑心病很重耶 我問你 幹嘛啦 你不要疑心病那麼重好不好 你以為我Youtuber當假的喔 你才不可能自己來 沒有我真的是想要逛店 欸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你好像很眼熟耶 欸 哇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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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剛剛逛那天地我很想逛 前一秒就在說 珍珠到底喜歡酷酪米還是炸的狗 很賴他 等一下為什麼是這黑糖 你不要拿下來 欸我覺得只打視訊給我 我就來陪你逛街啦 他看 我不是你 他看到黑糖比看到我開心耶 你看他把他的戰地品丟掉了 他看到你比較開心 對他看到我都不開心 好那我要回家囉 你為什麼來找我 欸這個名是他這間便宜嗎 喔在路是不是 欸不然很便宜走 欸你看這個阿姨你看 很疼孫子 很疼孫子 欸很疼孫子 啊你給你 你給我接一下電話嗎 我今天打了三通給他 我們不要給我接 我們都在坐飛機 然後我們在機場上說 雨雨又打來了 欸啊這奶有來嗎 你猜猜看囉 等一下走一走 搞不好奶茶又出現了 好可怕喔 你們真的好可怕喔 等一下你去找奶茶 好可怕喔 我幹嘛很開心 妳好像很開心耶 妳好像很開心耶 妳看又買新的 妳還要買東西去買 每種店買那麼多 你們不要那麼像土匪好不好 我就是來阻止妳買東西的 欸等一下我怎麼有他啊 對啊 妳很開心喔 妳都沒有破功耶 這一次妳真的很厲害 完全沒破功 等一下為什麼有他啊 我不得不說妳警覺心超高 因為妳一看到我 妳就再看有沒有別人 我知道他不肯自己來 但是我再怎麼想 也沒有想到會是妳 對 雨雨妳可以陪我們去吃東西嗎 我們超餓的 對啊 我們先去吃東西好不好 我們先去吃東西好不好 我們先去吃飯啦 妳吃喔 我還沒吃啊 走啊 我們先去逛小店吃飯 我們這樣會不會打到妳逛街 會 欸我說真的 我剛剛看到妳的時候 我是就是嚇到 可是我沒有那種雀躍的感覺 可是我一看到黑糖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是他啊 看到我他那個表情 我整個疼對耶 妳這麼愛黑糖 那妳就不黑糖 我跟姊去逛街囉 那我的表情 妳拉上來 我看到我的表情 妳看到妳為什麼在這裡 妳穿這樣我認不得 我就跟你說 我是因為這次GoPro 所以我才看出來 這個人跟你有點關係 剛剛妳錄影的時候 手舉高一點 因為我比較高一點 然後跟觀眾朋友道歉 因為我沒有拍得非常好 然後有一些 講話比較解報的部分 就請你們見諒 可是我幫妳捕捉一些話 你看我剛剛就是要跟他們試訊問 我不就來了嗎 這個超可愛的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更可愛 阿哥跟我說你住2315是不是 幹嘛 我2311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太近了 我不喜歡那麼近喔 你們真的超煩的 太小女的泰 幫我用泰國的泰 可是其實我 我以為妳開心啦 她有開心嗎 姐妹一場我看得出來她開心 我當然開心 可是然後我跟妳講 我禮拜天行程排好了 我有包車 我有包車啊 我有包車啊 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對啊 我要去大城動物園耶 啊對我們也是 大城一日遊 欸我覺得我有點手在抖 我剛剛自己錄我也有抖啊 因為我自己錄錄不好 我也有把它抖 不好當喔 攝影師不好當 不好當 所以怎樣妳是拍妳從機場然後來這樣子 我知道啊 我從台灣機場就開始拍了 啊他們都知道妳要來嗎 對 大家全家人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對 好了走了去吃東西了 不是很專業 又拿起相機 廢話 我想說我要來錄一個專場 妳相機不拿走 放在我手上 不是我錄不然是誰錄 沒想到吧 真的沒想到 為什麼會是她啊 沒想到妳想輕輕鬆鬆 沒想到我這個更沒想到 得過喔一個曼谷旅行 原來是這種感覺啊 天啊海角 追到底 有時有終 Ending我來錄好了 好啦 人家以為說我平常都很 欸很輕鬆喔 隨便來錄一個Ending開頭 妳平常說 欸剛剛妳說完Ending 然後就說掰掰啊 欸妳想要憑良心欸 真的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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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趟我老實說我覺得這種驚喜 是不好給的 因為妳要串通很多人 而且又要知道妳的位置在哪 欸那間看起來很好逛 好了 妳很失控 其實我剛剛就在妳的旁邊而已 什麼時候 逛街的時候 那間小店我們在妳對面 欸那如果我沒有回那個頭的話 妳不會發現我 我還是不會發現 重點是她很傻眼欸 她連明天我要去吃的餐廳 跟禮拜六我要去一日遊 她全部都訂好了 我是在想說我是不是沒有嚇到 為什麼我沒有嚇到 妳沒有嚇到 對我是 我是這麼淡定的人嗎 妳本來就蠻淡定的 蠻淡定的啊 妳是開心在心裡 對 妳本來就淡定的 對我跟妳講我就是那種 雖然是嚇到或是開心 我不太會用講話或是表情 讓大家覺得出來 啊我的話我會尖叫 我看到黑糖我有叫出來 但是我有點失望 因為妳看到我們沒有什麼感覺 對 看到黑糖就說 妳怎麼在這裡 而且她是說 我認得這台GoPro 這台GoPro 會不會有上刀三下頭海 我的身材工具 我可以不認得它嗎 是啦 等一下我們就是洗洗碎 然後明天 在曼谷掛雨狀 禮拜天我們要去動物館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很開心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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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